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期就针对之前一些问题给大家做一个更详细的解答 给大家说一下软路由的几个基本的应用场景 它正规的组合用法大概是有这么两种 第一种就是软路由加AP或者是硬路由 我们会把软路由的LAN口接一条线 接到硬路由或者AP的LAN口 这个时候硬路由就是AP模式 它的优点就是可以来扩展软路由 少了可怜的LAN口 可以接更多的设备 实际上我们就是把硬路由当做交换机来使用 这个缺点不太容易进入硬路由去操作 如果你想同网操作的话 你就必须要改你的网卡的IP 强行的进入才可以 第二种方式就是软路由的LAN口接触的线 进硬路由的LAN口 这个时候你的硬路由可以当做二级路由来使用 而二级路由是一个完整形态的路由 它的功能和独立性都是非常好的 它的缺点 硬路由它是没有外网IP的 但如果你有NAS 其他的这种需要外网的设备 基本上是无法连接成功的 它的好处就是在后期管理的时候相对比较方便 你的主控电脑可以非常方便的进入软路由 然后也可以非常方便的进入硬路由 前提是软路由和硬路由的IP一定不能是一样的 它必须要岔开 在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家的网络环境 首先我有一个光猫 光猫接了一条线出来 先进软路由 软路由出来的这根线进电视 又出来一根线进我们家电脑 又出来一根线是进小米路由的LAN口的 这个时候我的小米路由就可以作为一个二级路由器 让我做二级控制 它主要负责的是家里的WiFi和电视盒的M8S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实现电视不走代理 电脑是要走代理的 小米路由WiFi连接的手机平板电视盒子 这些是可以控制让它走代理或者不走代理的 需要管理软路由的时候 用电脑直接连接就可以访问了 如果需要控制硬路由的时候 我们可以拿手机端来控制我的小米硬路由 它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全方位的控制我家的所有的设备 我会获得更多的网络接口 而且我也可以控制WiFi的代理 在这里唯一有一点不好的那就是我的电脑是没有办法直接访问我的小米路由的 需要手机或者其他可以连接WiFi的设备来辅助 其实这个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软路由的进阶的应用 开始之前我给大家普及几个知识点 是谁的小眼睛 还没看老师 就是在科学上网里面有四个模式 这四个模式 一个是防火墙列表模式 另外一个是大陆白名单模式 剩下就是游戏模式和全局模式 防火墙列表模式是我常用的一个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软路由它会遵循一定的规则来运行 这个规则里面会有非常多的条目 这些条目是干嘛的呢 这些条目决定了哪些网站是走代理的 哪些网站是不走代理的 而这个规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域名库而组成的 它是长期有人在更新的 我们在使用这个模式的时候 会读取这个规则 碰到这个规则列表里面有的这些网站和域名 就是走代理服务器的 如果碰到的这个规则 这列表里没有的这个网站和域名呢 那它就会不走代理服务器 防火墙列表功能呢 是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模式 也是一个非常节约服务器流量的一个模式 如果您的这个节点啊 或者是服务器啊 它是限流的 它是有流量限制的 那其实大家就可以用这个 然后我们要说的是大陆白名单模式 这大陆白名单模式啊 其实它也是有一个域名的列表 那这个列表呢 列出了所有中国境内的服务器和网站 就是说它这个网站或者它的服务器 如果在我们中国的境内呢 我们就不走代理服务 那如果它这个网站或者服务器 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呢 那我们就全部都走代理服务器 后面这个游戏模式呢 就跟这个大陆白名单模式差不多了 我在这就不给大家讲解了 有兴趣的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而最后一种模式呢 就是全局模式 那这个全局模式就更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 它非常好理解 所见即所得 就是无论什么网站 或者是域名 通通走代理 大家可以看到 防火墙列表功能 它是相对比较省流量的 那其次呢 是这个大陆白名单 如果您的这个服务器啊 它的流量是有限制的 建议不要去使这个全局模式 和大陆白名单的这个模式 防火墙列表模式呢 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省流量的一个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啊 这里就是软路由各种规则的存放点 这里呢 都是酷谢类的论坛那些大神积累下来的 而且这些内容呢 是会经常更新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更新的日期 那你也可以通过点击这儿 进行手动更新 我们经常会碰到一种情况 就是用防火墙列表的时候呢 有一些境外的网站 你是打不开的 因为啊 它并不在我们的这个防火墙列表的内容之内 但是如果把它换成大陆白名单模式 或者全局模式呢 这个网站就可以打开了 那之前呢 我们也说过这个大陆白名单啊 和这个全局模式 相对比较费流量的 那如果碰到这种网站 每次我是来回的切换的 就有十分的麻烦 那接下来呢 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小方法 就是在我们可以使用 防火墙列表模式的同时 也可以让某些网站 强行的走代理 或者不走代理 那我们说的这个功能呢 就是黑白名单的这个功能 首先我们现在打开这个网站 在我们的防火墙列表模式下呢 这个网站是打不开的 我们现在打开黑白名单 我们可以用这个网站啊 来找到我们需要的这个网站的IP 我们把刚才的这个网站的网址 和IP地址分别填在这里 那如果你有需要强制 不走代理的这些网站呢 你就可以填在上面 那填完了这些之后呢 我们到下面来点击提交 然后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来尝试一下 那我们现在是在防火墙列表模式下 你看这个网站就可以正常的打开了 那接下来呢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访问的控制 你可以在这呢 自定义你需要的主机 或者是IP走代理服务器 或者是不走代理服务器 在我们这个软件里 默认的主机都是需要走代理的 那比如说我家的这个乐视电视 我就不希望它走代理 而我的这个小米路由呢 我是希望它走代理的 而且我还希望我的小米路由 我走的是防火墙列表的模式 而我的主力的这个工作电脑呢 我是需要它走代理的 但是我希望呢 大陆白名单或者全居模式下进行工作 这些需求呢 我就可以在这里进行设置和实现 上面呢 是我已经添加好的两个规则 那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添加新的规则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选择我的电脑 后面会自动的识别它的IP和Mac地址 那如果在这儿没有识别出来的话呢 那你就只能自己手动填入了 一般的情况下 电脑 硬路由 基本都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那我们家的电视是识别不出来的 那这个怎么办呢 那这个我就只能是手动的去填它的 IP地址和Mac地址了 填写完成之后呢 要按一下添加 添加完的时候 我现在发现这个模式选错了 我们现在点击一下刚才添加的那个条目 我们把它改成大陆白名单模式 然后点击确定 最后在下面点击提交 这个方法比较简单 但是呢 又非常的实用 那前面提问题的 第四个问题的那个小伙伴呢 那它的问题呢 就可以这么轻松的解决了 之后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复杂均衡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它可以让你的掉线率啊 大大的降低 那首先有一个大前提 就是你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节点 而且呢 需要这两个节点的端口号 加密方式 混淆等等参数 都需要一毛一样 首先我们打开负载均衡的开关 这时候呢 需要填入一个控制台的登录名和密码 它这儿的登录名 默认的是Atmin 你也可以不改 后面的这些参数呢 是建议大家不要改动的 好 我们现在添加服务器 你在这儿呢 就可以看到你所有的节点 如果你有订阅一些飞机场呢 这一步就比较方便了 在它后面 属性栏里面有两种模式 一种模式呢 是负载均衡 负载均衡呢 最多可以实现四个节点 同时的工作 另外一种模式呢 主力节点和备用节点的模式 就是你需要设置一个主力的节点 在主力节点的链接 受限或者断线的时候 它会自动连接到备用的节点 今天我给大家演示的 就是负载均衡的模式 我们添加四个 我这速度最快的节点 之后保存设置 这个插件 在重新启动之后 你就可以在这儿 选择负载均衡模式了 另外呢 要说一下 就是在负载均衡模式下 是没有游戏模式的 它只有防火前列表模式 和大陆白名单 以及全均模式 之后你在这儿 能看到三个绿色的对勾 就说明负载均衡 已经加载成功了 我们来到负载均衡 点击这个网址 输入我们刚才填好的用户名和密码 就可以进入负载均衡的后台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节点的运行情况 你可以在最外面 看到关于负载均衡的详细的说明 那在这儿呢 我就不给大家一个一个念了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自己看一下 由于时间的原因呢 今天的内容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软路由啊 还有很多好玩 好用的功能 没有给大家介绍 比如说啊 多万口的负载均衡啊 这个单线多波呀 还有多线多波呀 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超级实用的功能 等着大家去开发呢 在这儿呢 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做介绍了 相聚的时间总是那么短暂 又到时间 说拜拜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 请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那就请你点赞评论和转发 记得点亮那个小铃铛 它会在第一时间 把我最新的节目推送给你 小视频用心做 七七精彩别错过 感谢大家收看 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再见